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下华语教学测验与评量这个主题。 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一页上面有许多的参考资料。 各位可以自行点选进去,然后做延伸的阅读。 首先,让我们来谈一下,所谓三合一的评量模式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当我们在做语言评量的时候,一定要跟能力指标与课程设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行。 所以今天,在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谈论什么叫做三合一的评量模式。 然后呢,我们也会谈一下语言测验的种类, 还有华语测验的概况与检定的标准, 以及传统的测验与真实的评量的对比。 我们的重点呢,会放在第一个主题跟第四个主题上面。 其他的二跟三呢,我们会比较快一点的带过去。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所谓的三合一,能力指标,测验评量,以及课程设计, 这三个面向的整合的模式是什么意思。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曾经谈到, 所谓的5C的原则,也就是当我们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 以及教材编撰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到能力的指标, 也就是学习外语是要达到5个C的标准, 那就是要沟通,communication,要了解文化,那就是cultures, 然后呢,要能够做连结,那就是connections, 也就是用外语来学习新的事物。 而且呢,要能够做比较,那就是comparisons, 要将自己的母语跟母文化跟外语做一个比较, 才能够更加的落实外语跟本国语言不同的地方, 让你能够更加的了解跟体会这个新的语言的独特之处。 最后呢,就是要达到终身学习的目标,那就是communities,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结诸的5C的原则, 这个5C呢,是贯穿在课程的设计, 教材的编撰,以及测验评量上面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三合一的评量模式,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在这个模式当中,最主要的标准就是所谓的能力指标, 它是主导着我们对于语言的教学, 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当我们在做测验的时候,我们要先想一想能力指标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看一看主题是什么,就是theme, 到底这个课程所要教的主题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那么关于这个主题呢, 你在这个听说读写方面要达到什么目标, 还有在这个三个方面所谓的performance assessment, 就是听说读写各个技能, 你要怎么样达到人与人的沟通的功能, 还有诠释的功能, 还有发表的功能, 以及为了要达到这些个目标, 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你需要什么样的结构, 语言的结构, 语言的文法知识, 还有什么样子的词汇, 以及有些什么样子的知识背景, 你需要了解。 那么这一切都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必须要考量的各点, 以及最后一点就是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实际教学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将这些的词汇, 语法, 结构, 还有知识贯穿在一起, 使得学生能够学习到你所定的, 这个跟指标相结合的目标, 然后呢, 他用什么样的表现的方式告诉你说, 他已经学会了在听力, 在阅读, 在写作, 在说话方面, 都已经达到你所给他设计的一些个标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CBI, 就是结合语言与内容的课程, 往往呢, 当你在做第二语言教学的时候, 你的课程设计可以是非常内容导向的, 也可以是非常语言导向的, 所谓的内容导向, 这里分成三个部门, 有的是完全关照内容, 那么语言呢, 等于说是附带在这个内容里头的, 一并学习, 换句话说, 所谓的静音式的教学, 无论是完全静音在当中, 或者是部分静音在当中, 或者是有两个语言的静音的方式, 无论是怎么样,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内容的课程, 用外语来教学, 然后完全不考虑, 语言上面要做些什么样的调试, 它是完全以这个课程的内容作为核心, 所以呢, 等于说是一石二鸟, 当你在学习这个课程内容的时候, 你同时的也将外语学到了, 这个是所谓的静音式的内容导向的课程, 那当然越往下头走, 所谓的Foreign Language Enriched Content Courses, 或者是Sheltered Courses, 它仍然是以内容导向为主, 但是在课程当中, 会关照到语言的增进, 所以它会有一些个语言方面的音架, 辅佐让学生不会好像像游泳一样,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完全丢到游泳池里面, 再服再沉, 不去理会它, 这些个语言的辅佐, 就像是丢了一个语言的救生圈给学生, 使得他在听这个内容课程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个词汇也好, 或者是语法也好, 一些个特别的东西, 帮助他能够先做一些预备, 使得他在进入内容导向课程的时候, 能够浮在水面上, 接下去呢, 所谓的语言导向的课程, 那基本上呢, 它是完全以外语的习得, 作为他这个课程设计的主要目标, 那同样的, 在这个里面也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 是比较关注到课程的内容的, 所以像这种课程, 是很典型的专业华语, 或者是专业英语, 专业日语, 这样的课程, 所以像这种课程呢, 既然叫做专业华语, 可见得这是一个华语课程, 但是呢, 他所教的内容, 是关乎你未来就业, 可能需要的那个专业领域, 所需要的一些个语言能力的, 那同样的, 他也可以往下头走一点, 越往下头走这个, 语言导向就越强了, 那么他如果说是, Theme Based Courses, 基本上是一个语言课程, 只是他在课程的内容里面, 可能是以一些个主题, 比如说讲到环保, 或者是讲到健康, 或者是讲到十二生肖, 讲到民俗文化等等, 将这些主题贯穿在你的语言课程里头, 或者是呢, 最下面的, 所谓的Content Related Language Courses, 那他基本上是一个语言课程, 但是呢, 他会讲到一些个内容, 所以是跟一些内容有关, 但是主要是语言课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容导向, 跟语言导向, 依照你课程的这个性质, 有一些不同, 那当然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所设计的内容, 也会随着内容导向, 或者语言导向做一些调整,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曾经提过, 教学活动, 在设计的时候, 要注意能力指标, 那么我们今天也谈到, 能力指标教学活动, 还要跟我们的语言评量, 做三合一的衔接动作, 举一个例子来说, 当我们在课堂上面, 使用分组撰写, 制播晚间电视新闻, 这样一个活动, 作为教学的设计的时候, 这个活动, 基本上他所关注到的能力指标, 有下列这几项, 而这几项呢, 当我们在设计评量的时候, 也会注意到, 比如说这个活动, 是要看学生们, 能不能做人际的沟通, 当我们在制播新闻的时候, 那么采访新闻, 对不对, 采访新闻的时候, 就是一种人际沟通, 你要做interview的动作, 做访问的动作, 那么另外呢, 当你在制播晚间新闻的时候, 如果你的角色是主播, 那主播一定要有发表的能力, 这是下面这一项, 另外呢, 当你在采播新闻, 或者制播新闻的时候, 你会学习到一些个文化习俗, 也许你所制播的内容, 是关于竞选, 选举, 那么选举有许多的政治文化, 在每个不同的国家, 或者在不同的地区, 他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个方式展现出来, 那同时的下面一个就是学习新知, 当然, 播放新闻的时候, 一定会学习到很多各式各样新的知识, 是你以前所不知道的, 尤其你播放体育新闻也好, 或者是科学新闻也好, 当然是有各式各样新的东西可以学习, 同时呢, 他也会帮助学生们, 能够在校内外使用这个语言, 所以你用一个活动, 你可以来观察, 学生会不会因此引起了兴趣, 使得他的语言使用, 不是局限在课堂里头, 而是能够在同学跟同学之间, 课外, 甚至等他回到社区里面, 跟这个有机会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使用华语, 以及他有没有做终生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 他有没有这样的动机, 你也可以从你的评量当中, 我们在后头会讲到这个档案学习的评量, 你在这些个评量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学生有没有达到这里所说的六种能力指标, 那同样的, 我们上次也讲到十二生效, 这样一个活动, 在能力指标上面, 以及在评量上面, 你也看到, 学生在学了十二生效之后, 他能不能够诠释, 这个十二生效, 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那么, 这个十二生效的观念, 怎么样弥漫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 以及这个十二生效对于这个文化的产物, 譬如说一条龙, 这个龙作为一个文化产物,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那么, 为什么中国人的这个龙跟西方的龙, 是不一样的东西, 长得不一样, 然后他的这个吉祥或者是不吉祥等等, 这些观念都有所不同, 所以他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来比较, 中国的龙跟西方的龙, 在文化的层面上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还有中国的老鼠跟西方的老鼠, 中国的猪跟西方的猪, 到底有什么不同, 从这些呢, 从学生在课堂上写作也好, 或者是发表也好, 可以看出来, 他有没有学到中国人的十二生效里面, 所拥有的那个精髓跟那个文化的意义, 所以基本上当你在设计了这些课程以后, 你可以为你的学生量身打造一下所谓的进步指标, 那这个进步指标呢, 包含了好几个层面, 首先第一个层面, 语言既然是作为沟通的工具的, 那你会看到, 人气沟通, 诠释能力跟发表能力, 有没有展现出这几方面的能力, 然后呢, 从这五C的观念,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学了这些个活动之后, 他能沟通吗? 他能够跟其他的学科做连结吗? 他能够了解文化的意义吗? 他能够将自己的母语跟华语做一个比较吗? 他能够因此产生了兴趣, 自己做另外的学习吗? 同样的, 在这些个进步指标里头, 你也可以从以下这些层面来观察你的学生, 他的语言结构是不是已经使用得很精准了, 他的语言功能是不是掌握了, 他的词汇量, 词汇的精准度, 是不是已经达到你所设定的目标? 还有你的教材内容是不是很贴切, 能够适合学生学习? 以及这些个学生是不是达到了他所应该具有的语言阶段, 是初级、中级、高级, 或者是专业华语, 他有没有达到他所要的那个境界? 这是为你学生量身打造进步指标的一个表格, 你可以用来作为评量之用。 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有关于健康这样子一个主题,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点选进去, 看一看如果这个是你的上课的一个活动, 那么怎么样来分析评量设计的过程, 这个里面都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个的步骤, 然后呢, 你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评量过程的各个阶段的。 好, 所以基本上, 我们所结诸的三合一的评量模式, 就是一个指标导向的测验评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你一定要牢记在你的心中, 你在做评量的时候, 是要从后向前推导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 也就是先看它的最后要达到的指标是什么, 这叫做所谓的向后看, 就是向未来看的意思, 先看一下最后要达到的指标目的是什么, 然后再推回去, 看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要做一些什么活动, 然后我怎么知道我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能力, 我从他们的听说读写各个层面, 怎么样展现出他已经学会了我所需要他们学会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由后向前推导式的评量设计理念, 那同样的测验评量紧密搭配学习指标与课程设计, 这里有一些个表格你可以下载,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Carla这一个网站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源, 你可以用这个资源来进行下面的七大步骤, 就是所谓的step by step process for creating an assessment unit, 这七大步骤,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大略的讲过, 让我再把它重述一遍, 七大步骤的第一步骤, 就是一定要观察, 一定要重新的回去检视你的教学指标, 然后你要选择你这个考试到底要考的主题是什么, 是十二生肖呢, 是健康呢, 还是民俗文化呢, 还是科学的一些个理念呢, 还是环保呢, 所以这是主题, 然后呢, 你要看一看, 你在教学的时候, 你所用的各种活动, 它的目标, 是不是跟这个课程的主题, 以及能力指标紧密结合的, 然后你要发展出, 你怎么知道学生已经听得懂, 能说, 或者是读得懂, 或者能写, 你所讨论的那个主题, 它要表现什么样的技能, 才叫做已经学会了, 然后呢, 你要来检视一下, 哪一些个语法结构, 跟语用的功能, 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展现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出现的东西, 以及到底哪一些个词汇, 所谓的active vocabulary, 是积极的能够使用的, 以及passive vocabulary, 是被动的, 能够听得懂的, 能够看得懂的, 一些个词汇, 你要把它做一些区分, 所以你就知道, 你的学生要掌握, 哪一些个积极的词汇, 以及对于哪一些个消极的词汇, 能够有被动的认识, 然后呢, 你要选择适切的课堂上的教学策略, 以便于你能够将你的教学, 让学生看得见, 也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怎么样教他, 让他觉得在评量的时候, 是紧密结合的, 而不是教一套, 学一套, 考一套, 然后也跟这个大环境所结出的能力指标不相关,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我们的测验评量是完全失败的,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进入下列这个网站, 去看一下所谓的三合一评量的范例, 同样的, 它里面也有一些个反思的习题, 让你可以想一想, 刚才我所跟大家讨论的, 分享的这个理念, 怎么样运用在一些个相关的习题上面, 以及的各个层面, 我们来做一些个更详细的分析, 这都可以在Carla的网站上面, 可以查询得到, 所以基本上, 当我们说到评量的原则的时候, 它是有下面几个面向的, 第一, Assessment is aligned to curriculum, 换句话说, 评量一定要紧密的搭配课程, 第二, There is a variety of purposes for assessing student learning, 也就是, 在评量学生学习的时候, 是有很多不同的目的的, 有的目的可能是为这个分班用的, 有的目的可能是为这个诊断用的, 有的可能是要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看看成就测验, 你是不是已经都学会了, 所以不同的这个考试呢, 不同的评量, 不同的目的, 是有多元化的, 因此, 当我们在评量学生的时候, 要注意到, 我是要做什么用的, 因此你的设计就会有所不同, 下面一点, Teachers will use a variety of assessment methods, 换句话说, 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世定江山, 一定要用各种多元性的评量方式, 从好几个层面, 面面俱到, 来看一个人, 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从头顶看下去, 当然, 跟从侧面看过去, 或从正面看过去, 是绝对不相同的, 因此, 这个用不同的评量方式来看一个学生, 就像是, 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学生, 你的角度越多, 你越能够将这个学生看得完全, 最后, Reports about student learning to stakeholders, will be based upon multiple measures, 换句话说, 当我们在给学生打分数, 给他评量的时候, 我们要将这个评量的结果, 要给很多人看的, 不只是学生本人呢, 还要包括了stakeholders, 这里包括学生的家长, 还有其他的, 将来也许会看这个学生的成绩, 而决定要不要给他奖学金啊, 或者是要不要让他进入某一个学校就读啊, 因此, 你的报告, 一定要用多元化的评量方式,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 绝对不可以从单一个角度去看他, 要从很多的角度, 才能将这个人看得完全, 看得正确, 那同样的, 当你在做报告的时候, 你要想到家长跟其他的机构, 他会希望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审视这个学生, 因此呢, 你要配合这些人, 他的一些个目标, 你在做评量的时候, 也要照顾到这些不同的层面, 接下来我们说到评分的方法, 同样的, 在Carla的网站上面, 也有非常详细的延伸的阅读, 当你在评分的时候, 可以有客观的评分法, 跟主观的评分法, 那当然, 你讲到客观的评分法, 那一定是有标准答案的, 而且在改考卷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的轻松, 因为, 譬如像是这个选择题也好, 是非题也好, 一翻两瞪眼的,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评估,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这个分数了, 那么这个subjective scoring, 所谓的主观的评量, 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考试, 是一定要用到主观评量的, 譬如说口试, 譬如说写作, 这个不可能是一帆两瞪眼, 那么, 这个口试呢, 跟写作, 只要是要牵涉到一些个人, 来用他的经验, 用他的智慧, 以及用这个学界所给的标准, 做一个评量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牵涉到很多相关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 如果要做评量, 尤其要给分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指标, 然后要将我们的标准定得清清楚楚, 这样我们才知道, 无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给分, 我怎么知道, 我的学生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技能上面的标准呢? 接下去,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评分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checklist, 一个勾选的, 一个表, 尤其像这种考试, 常常是所谓的criterion referenced test, 就是他要达到一定的水准的, 一定的标准的这种考试, 那么你就有一个checklist, 就是达到了没有, 有一个格子, 你可以打勾, 来看像是身体检查一样, 把这个, 或者是一个diagnosis, 就是一个诊断的, 像是医生诊断一个人的健康, 这个checklist也是一个诊断, 他的语言是不是很健康, 是不是学到他应该有的那种水准, 那也可以使用一个scoring rubrics, 所谓的rubrics, 是一个分等级的一个评量表, 那他可能分成ABCD四级, 或者是甲乙丙丁四级, 那会列得非常的清楚, 所谓的A级, 如果是听说读写, 各有什么样的表现, 才叫做A级, 所谓的这个D级, 这个最后一级, 那他有什么样子的表现, 叫做这个最后, 最不入流的那一级, 同样的, 在评分的时候, 如果是非常主观的给分, 那么考试的考官跟考官之间呢, 必须要达到reliability, 一定要一致,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个训练, 无论是这个AP, Chinese这种课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标准化的测验, 凡是担任评分员的, 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去评分的, 也不是凭个人好物的, 他一定要先通过检核, 就是要先通过训练, 然后让他来视频一下, 接着呢, 这个主要训练人员, 会看这些个老师们, 他的评分出来的结果, 然后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 使得大家呢, 能够了解, 评分的指标到底是什么, 然后大家要学习, 怎么去评分的, 以便于达到一致性, 这个是评分方法的, 一些个重要的面向, 那同样各位同学可以上网, 去看评分的范例, 还有可以使用反思的习题, 来做一些复习,